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關心地方大小事散播在地正能量 大家好 我是洪孟凱 歡迎您繼續回來收看希望好所在 希望好所在 我們節目從前年的年初開播以來直到現在 真的已經兩年多的時間 一路走來真的是感覺到非常的這個 可以講艱辛啦 但是也可以講很溫馨啦 怎麼講艱辛呢 當然就是每個禮拜要有兩集不同的節目 來賓來跟我們暢所欲言 並且好好的聊一聊說在地的人事物發展 真的是一件非常難得的事情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相信我們的製作團隊 我們的邀請來賓的工作同仁 真的是點滴在心頭 但是另外一方面感受到非常的溫馨就是 因為越來越多人都會告訴我們說 這是一個正向的力量 好的力量散的力量 也因此呢都希望我們持續下去 不管是給予我們電視台鼓勵 或是說給孟凱本人鼓勵 都是非常的感謝的 所以說再一次的感謝大家的批評指教 跟鼓勵還有肯定 孟凱一定會堅持下去 並且持續的為大家做這樣子優質而且正向的節目 好 今天的節目一樣非常精彩 為您邀請到這一位很重量級的來賓 剛剛跟他聊天 其實也很謙虛也很這個有理啊 就講說不要冠名就叫音樂家 說音樂人就好啦 因為這個是一個比較謙虛自謙的講法 但是孟凱認為能夠把這個音樂 推廣給不管是年紀長的朋友 雅俗共賞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而做得到這樣的一個雅俗共賞的推廣呢 這不是音樂家 什麼才是音樂家呢 來 讓我們掌聲歡迎 我們這個北海岸知名的音樂家 劉啟文 劉老師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老師你好 孟凱好 又見面了 非常的開心 對 平常的時候有些時候在地方行程 因為劉老師他本身也是非常活躍在地方上 然後也帶了很多的這個團隊 這個教導 所以說其實地方有一些行程 我們都會或多或少有接觸 但是今天很難得是要專訪劉老師 謝謝孟凱 老師先幫我們來講一下 您本身出生在石門 但是之後在三支 在三支長大 成長 對 面三支國小 對 那這個過程是不是可以跟我們 來了解一下說 那你怎麼跟音樂解下不解之緣 然後怎麼樣踏入音樂這條路 對 其實我說我是石門人 其實我沒有住過石門一天 其實是我爸爸是石門人 可是我總是覺得說做人要飲水思緣 當然人家問我說你哪裡人 我都說我照問人 不過照問我有沒有大過 我小時候在三支大學 我念三支國小的時候 其實被選入合唱團 開始對唱歌產生非常大的興趣 那其實也滿感謝我國小的音樂啟蒙老師 李淑然老師 我還非常都記得他的名字 李淑然老師 真的非常的照顧我 然後他有發現我在唱歌這一部分的天分 然後就對我特別照顧 然後像有比賽什麼都會找我去 對 從此就對歌唱產生非常大的興趣 對 這是小學的階段 國小的時候 其實小學階段沒有太大的經濟許可 可以學什麼樂器 加入合唱團已經是非常開心了 那時候學校還有那個童軍團 童軍團可以學打鼓 我就跟我媽媽講說 我要去參加童軍團 我們說那個要花很多錢 我說那個可以學打鼓 我就進了童軍團 也接觸到一小部分的打擊這方面 但是其實一直到高中 考上師大附中 然後那是一個學風非常開放的 對 師大附中真的是 我們雖然說第二學府 但是實際上來講他的作風開放程度 然後還有很多知名樂手 像五月天 五月天如果學弟的人 對 對 那因為國中就 基本上那時候是升學主義 對 都關起來念書 然後根本沒有社團這一塊 然後也沒有什麼所謂的娛樂 所以一到高中就覺得 好像很自由了 開放了 我要參加社團 然後我二話不說 就跑去參加吉他社 因為我很喜歡唱歌 然後我覺得說可以 有時候可以彈著吉他自彈自唱 那是非常帥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二話不說就參加吉他社 對 所以到現在 這就是從高中開始這個跟樂器 所以說其實今天我們也看到老師 我們先來看一下老師旁邊有兩把 是是是 這個不是要大小吉他 所以不要那麼熟 想說 欸這大吉他跟小吉他 不是 這個一個是吉他 一個叫做烏克利利 烏克利利 欸其實真的有人這樣問欸 像我去樂山教養院 我在那邊當義務的烏克利利老師 對 我也是帶這個去 他說 老師 你的烏克利利好大支喔 然後 然後 反而烏克利利更有名了 所以大家現在把吉他叫大烏克利利 老師你的烏克利利 比我們的大支這樣 他們會這樣想 OK 那其實吉他是六條弦 對 烏克利利是四條弦 那感覺起來就是 欸他其實更輕巧更便利 沒錯 欸老師我先問一個比較這個 額外的問題 就是烏克利利感覺是這十年喔 印象中啦 這十年這八年比較突然間爆紅 是不是有 可能有推波助瀾啦 或是說像連周杰倫也有唱過烏克利利的歌曲 那可能這樣無形當中推波助瀾 那當然 因為你剛剛有講到六條弦跟四條弦 可能四條弦更好上手 那還有就體積更輕巧 那但是烏克利利怎麼來的啊 他是最近才被發明出來的嗎 還是以前就有這個樂器 不是他其實是很久很久的一個樂器了 對 那大家對他印象可能覺得說 欸他可能起源地是在夏威夷 喔是 對你可以想像就是說在那個一個海灘 對 夕陽 椰子樹下 有人在彈著這樣的一個樂器 對 那個畫面就出來了 沒錯 對的確是在夏威夷起源的 可是是兩個葡萄牙人 他們發明的樂器 喔 並不是夏威夷人發明的 對 嗯哼 OK所以說是烏克利利是在夏威夷起源 但他其實已經滿久 很久了 只是最近才被好像更推廣啦 對 我記得他開始爆紅是因為有一個偶像劇 嗯 嗯 叫我可能不會愛你 喔是 不知道孟靠有沒有這個 裡面有一個大人歌 嗯哼 他就是彈著烏克利利 喔 然後他是一個暖男的形象 對 對所以很多女孩子就覺得 哇 暖男彈這個烏克利利好好聽 欸 就很多人想要學這樣的一個樂器 嗯哼 那後來是因為太多人要學這個樂器 嗯 那其實也沒有所謂的烏克利利老師 對 全部的教烏克利利老師都是吉他老師 嗯哼 對 所以你在檯面上看到一些比較知名的烏克利利老師 其實本身都是吉他手出身的 嗯哼 其實他的道理應該很接近 很接近 對不對 他其實只是按法的不一樣而已 對 那其實 像吉他烏克利利他就是左手按和弦 對 其實就是打著節奏 嗯哼 打拍子這樣 是 對 右手是一樣的 一樣的概念 是 OK 怎麼感覺好像劉老師在邊上節目 這已經手有忍不住想要把吉他烏克利利 好等一下會 等一下我們觀眾朋友今天很有耳符 會讓聽一下說老師的這個烏克利利跟吉他的一個彈奏 那我們再回來啦 回來講說那老師您現在 北海岸我們知道說你教了很多北海岸的學生 不管是樂齡的這個高年級生 我們講高年級不是說這個國小國中這個高年級是真的年長者 可能65歲以上 55歲以上叫做樂齡 對 OK那還有就是像我們年輕的小朋友學子也都有 是不是講一下說您現在在北海岸整個推廣的一個現況 我目前其實平常日的白天我都在北岸一帶的學校在上課 像我在三支國小有烏克利利班 對 那之前在橫山國小有吉他班 然後三支國中是吉他班 然後樂齡的部分就是三支的樂齡中心 在教導這些所謂的大哥哥大姐姐 然後在法谷山的社大 又開一張烏克利的課程 對 所以其實烏克利它蠻適合這個從 我都說從5歲到95歲都適合 倒是真的 對 因為它也不用彈奏不太需要太多的體力 對不對 所以說比較沒有年齡的限制 而且外出就攜帶很方便 很方便 所以不像請樂齡的大哥哥大姐 背著一個吉他他們會覺得很重 然後可能覺得那個樂器我可能學不會 對 這個非常小巧可愛的 對 其實烏克利利看起來就是輕巧很多 它差不多多重呢 可能不到5公斤 孟凱可以拿一下 好 這個還有分size 有分21吋 3吋 26吋 這算是烏克利利比較大的 26吋 對 這個其實感覺已經比較大了 要更小巧的 沒錯 可是大人拿21吋會覺得太小 格子很小不好按 對 其實非常的輕 都算輕巧了 因為它畢竟裡面是一個中空嘛 對 所以說它其實是拿起來是非常的輕 所以現在很多人說 一輩子假如要學一樣樂器 老師要學什麼 我都說那就學烏克利利啊 因為它入門不管在這個 錢的部分 對 它非常的便宜 可能一兩千塊兩三千塊 就可以先買一把入門的來彈 對 不需要考慮太多 嗯 否則你學一個什麼樂器 鋼琴 小提琴 小提琴 那個都 可能要 幾萬塊 考慮一下 要很慎重 對 入門都要幾萬塊 然後又很怕學了一半放棄 那個東西就擺著這樣 是 對 所以說它其實很方便入門 對 那您說除了白天就有在北海岸這邊 有跟一些教導樂林的年長者 那還有學校以外 那其實是不是你現在也帶了很多一些樂團 或說這些演奏的人一起來做一個 不管是一些公益的演出 或說很多活動 其實我們都看得到你的聲音 有有有 其實地方上有一些節慶 或說譬如說腳白筍結 櫻花記 黃針結等等 其他都會滿樂於邀請在地的一些音樂工作者 來做表演 那我都會趁這樣的一個機會把學生帶出去 對 我覺得學音樂不只是在課堂上學習 更應該把你的學習成果展現給大家 把這音樂的快樂分享給大家 然後 我都跟他們講說在教室學 彈得再好都沒用 因為你有一天可能站在台上 你是可能雀場 屁屁剎 躺不出來 都非常有可能 對 所以其實也是帶他們出去練練膽量 對 那其實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表演方式 其實 學生有獲得掌聲 獲得肯定 他們將來學習的動力會更大 沒錯 其實我覺得老師的這個想法很好 就是 學音樂是為了什麼 是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獨不如眾樂樂 就是我們馬上腦海裡面想一個畫面 就很像是以前 有沒有 救國團辦的靈隊 營國網會旁邊拿個吉他 哇就開始彈 那很帥 我以前學吉他也是這個目的啊 真的真的 那我高中那個時代 追女朋友 也不敢說追啦 那時候常常跟女校聯誼 是 我們會怎麼跟景美女中 中山女中 然後女校聯誼 其實那時候我都帶吉他去耶 那其實齁 一聯誼完就會收到 筆友的來信 是 對 所以說 就覺得彈吉他還滿吃香 因為那個年代其實也沒有像現在 那麼多的誘惑 就是說 可能現在大家出去可能在玩手機什麼啊 聊聊電動玩具什麼 粉絲 IG 一見面就問說要不要LINE 交換LINE 但是馬上之後可能很快就不聯絡了 對對對 不像以前 那個年代真的是沒有 一把吉他帶去就 哇 大家在那邊唱歌就風靡全場這樣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很 額外的一個獎勵啦 是啊 是 好老師那這樣既然已經有帶來我們這個吉他 跟烏克麗麗 是不是也不然秀一下給我們觀眾朋友 來直接講解一下 對就聽一下聲音的不一樣這樣好不好 對對對 這是吉他 是 您這樣子學吉他 哇 也二三十年喔 差不多 高中15歲嘛 對 我講出來就年齡就暴露了 是 所以我們先講說像吉他一個 吉他手你學到這個吉他 你真的要表演 譬如說一個有歌啦 或說一個 可以真的上台演出 通常需要多久時間 每個人不一定 不一樣 不一樣 有的人 有的人 有的人覺得不錯 老師叫他去也不敢去 有的其實彈的不怎麼樣 他也覺得他想要上台表演 所以其實膽量也佔滿大的因素 對 你說什麼時候叫準備好 其實也沒拿個準 對 就像老師如果說沒有彈過的歌給你 你可能也是需要練習一下 大概要練一下 對不對 那基本上有接表演 不太可能說 不太熟的歌就上去 對 大概在家裡都彈到爛了 才可能上去表演 所以真的人家所謂的 台上 台上十分鐘 台下十年功 台下十年功 這是真的 沒錯 有時候朋友看一下說 你們是上演好好賺喔 才半個小時就幾千塊這樣 可是我跟他講說 我們是彈了三十年才上去的 沒錯 他請你來是那三十年的累積 並不是那半小時的 不是那半小時 對 老師所以說您今天 對 可以 我可以先刷一下相同的和弦 讓大家聽一下聲音的不一樣 就四條弦 像烏克力他是尼龍弦 這個尼瑤吉他是鋼弦 那我現在就刷幾個 比較常用的和弦 大家去聽一下 音色或是他的和弦的 和音的精彩程度有什麼不一樣 好 來 對著鏡頭 這樣可能比較快都看了 滿豐富的聲音 對 是豐富 我現在試一下四條弦的 是 刷的都是一樣的和弦 所以他是鋼弦 所以對 聽起來就是有獨特的吉他弦 那很多人 很多人學了 那個米搖吉他就中途會放進去 因為覺得 手會很痛 所以很多人 敗在第一關就可能 他手痛他撐不下去了 對 是 就放棄 那這個像烏克力他是尼龍弦 基本上壓起來就不會那麼痛 對 然後可是他是四條弦的聲音 大家聽一下那個 是這樣的聲音 鋼弦的聲音跟尼龍弦的聲音 就有點不一樣對不對 對 這感覺溫一點 對溫 溫一點 然後也是比較高嗎 也沒有 也沒有 來我現在試一下 一樣的和弦 給你我的手 像溫柔的手 把自由交給草原的遼闊 我們小手拉大手 一起交友 今天別想太多 你是我的夢 像北方的風 吹著南方鴨鴨鴨的哀愁 我們小手拉大手 今天加油 像昨天回回笑 就剛剛那幾個和弦 搭唱歌 是這個感覺 好那我現在再用這一把 唱一樣的這一段好不好 是 不過剛剛這個 對真的感覺就比較溫 比較溫 對 對 你不覺得很適合那種小朋友或女孩子 沒錯沒錯 對 所以他們學這個都滿有興趣的 對 像有一些學生他們白天上班 他背一把烏克力到辦公室去 對 然後下班來上課 也很方便 跟背一把這個到辦公室去 然後下班來上課 他覺得 喔這個好累 對 吉他就感覺好像是要當街頭藝 對對對 那你可以想像說 假如樂齡的阿公阿嬤 不要說阿公阿嬤 大哥大姐 對 他們在路上背了一個這個 可能朋友說 喔你盼要去那時候 要去哪裡 對 啊拿這個咧 喔你去那什麼 我去那些鼓鼓水到 哈哈哈哈 這樣問 是 我一樣的齁 啊哈 給你我的手 像溫柔野獸 把自由交給草原的遼闊 我們小手拉大手 一起交友 今天別想再多 你是我的夢 像北方的風 吹著南方暖洋洋的白愁 我們小手拉大手 今天加油 像昨天會回首 我看孟凱跟著就 對 音樂就可以帶 音樂就可以帶給人家這種感覺 這個是人類共通的語言 不就很自然嗎 沒錯 對啊對啊 我也沒叫你搖擺 對啊 哇 所以真的是 這個老師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這都很基本的 哈哈 可是這 現在就變成說 就是在推廣的過程 對不對 所以說其實您這樣子 推廣過程當中 是收到很多人回饋 尤其是我想北海岸 我們也有一個比較現實的問題 有些人會覺得說 北海岸比較偏鄉 是啊是啊 那偏鄉的過程來講 您自己推廣上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挫折 或是其實你覺得 這個推廣都還是一樣 其實一開始要回到 北海岸自己的故鄉 來推廣這樣的一個音樂教學 其實那時候心裡有點擔心 對 所以說 我們自己高雄 跟大家學這個 跟有這麼多人 對 那台北你知道資源比較豐富 然後人口也多 對 可是我回到這邊來 開始在經營這一塊之後 才發現說 沒有其實齁 就是因為這邊資源比較缺乏 也缺音樂老師 所以在這邊反而 更需要像這樣的音樂老師 在這個地方 對 台北反而競爭 對 台北可能就是 尤其剛剛 劉老師就講一個形象 就是說有上班族 譬如說他背著其他 或是背著烏克利利 那可能就是都會區 就像都會區的時候 在上班族啊 可能像孟凱 30歲 20多歲 那他就是上班 下班之後 他來學個吉他 學個瑜伽 運個洞 可是 在我們北海岸這地區 可能相對來說 他就比較 會需要 因為沒有這樣老師教導 所以說其實 並不是沒有這個需求 而是 以前可能沒有這個事情 真的是比較缺 對 像其實我在學校上的 都是社團課 那其實學校一開始 跟我接觸的時候 他們都 都會問我一句話 欸 劉老師你會繼續教下去 他們很怕我教了一個學期 一年就不教了 他們又要重新找老師 就很累 對 因為他們以前的經驗是說 譬如說從淡水 或是台北請老師來上課 其實很多老師來 一學期他就不來了 因為路途太遠了 因為路途勞頓 對 算了沒得好 算了沒得好 就不來 他們又要重新找老師 其實 我回到我的故鄉 然後 其實我都跟學校掛寶 這就是說 除非是學校沒有這個課了 不然我是不會請你離開 對 因為我知道這個 這音樂教育它是要一直 可以延續下去 所以 其實 我從一個學校 兩個學校 三個學校到現在 我有 八個學校在 上這樣的 吉他或是烏克力的課 對 對 那其實 上的 學生加養反應都還不錯 對 所以這個 這門的課程就是 可以一直繼續下去 而且 我說的是我不會走 哈哈 我都在這裡 我不會走 我們就是 身在地方 長在地方 也奉獻在地方 對啊 我覺得也是一方面 也是一個回饋啦 其實 其實老實說 學校的終點費都不高 對 都比我在外面上課的 確實 差很多 其實 劉老師講到重點喔 是啊 可是我都不會去計較這個部分 對 劉老師真的講到一個重點 因為學校 給 因為孟凱以前也在這大學 擔任過講師 知道 如果說一樣的時間 你把那個時間換算說 去 這個商務演講啦 或者說上政論節目啦 其實 是完全不能比 但是 那個時候想說 學生有需要 學生想要聽你上課 我們就願意來教 是啊 甚至我也到 像巴黎樂山教養院 那是一個完全義務教學 完全是沒有配的 對 可是每次去到那邊 就非常的開心啊 對 那個絕對不是你說 今天這堂重點費 多少可以比你的 對 確實 所以最後 節目它要接近尾聲 還有兩分鐘時間 也想請教劉老師 就說那接下來 您已經持續的推廣 不管是北海岸的地區啦 或說這些相關 您都持續的在做這個 推廣的教育 接下來還有沒有什麼 短中長期計畫 想要再來持續 為我們北海鄉親來服務 其實我一開始都是在 國中小在上這樣的課程 那其實以前的觀念就是說 學樂器大概都是 小朋友學生在學才藝嘛 對 可是後來我在樂齡上課 以後發現說 其實非常多的大哥哥大姐 他們有這樣的一個音樂夢 那其實現在政府在各地的小學 都有開樂齡班這樣的課程 對 孟凱應該知道 都有樂齡的課程 或是長新大學 或是長新大學 對 然後讓這些大哥大姐姐 可以來學一些才藝這樣 那尤其音樂這一塊 我覺得蠻難得的 就是說其實 像這個年紀的大哥大姐姐 他們在以前 他們的年紀 年輕的時候 可能沒有那個環境 對 或是說經濟不允許 或是說忙於工作 都沒有接觸到音樂這一塊 那我到樂齡班 去開這樣的一個課程 我覺得他們非常的開心 對 就覺得說 以前 甚至有一些大哥 大哥姐姐跟我講說 他們以前的夢想就是 就是想要自談自談 就沒有那個機會 然後也沒那個資源 然後現在 熱齡班有開這樣的課程 他們都 來上課都非常的開心 對 還有同學啊 還有老師啊 對 跟他交朋友 很快樂 沒錯 而且音樂真的 還是回歸啦 音樂真的是共同的語言 共同的語言 對 可能你唱一首歌 這個什麼義大利文 或什麼德文 是聽不懂啊 可是你覺得就沉浸在那個音樂的氛圍當中 你就覺得好好聽 對 對 他真的是世界共同的語言 是啊 哇 今天真的非常的感動 感謝我們北韓知名的音樂家 音樂人 音樂手 是是 我們的劉啟文 劉老師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要透過他剛剛這樣子的講解 推廣 不管是烏克麗麗或是其他 其實樂齡的年長者 或者是說這個學童啊 都持續的來把音樂的種子推廣下去 這就是我們希望好所在的 最主要的目的啦 再一次感謝我們今天的來賓 劉啟文老師 也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禮拜同一時間再會囉 感謝您 掰掰 我們下禮拜enth